一间小屋,裤下世界竟能结出一米多的冰柱。 一个角落,积雪下竟长出茂密的绿荫。 是什么让这个奇异的地方四季颠倒? 科学家能够揭开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神秘现象吗? 敬请关注地理中国,变温的大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 很多人都有洗温泉的经历,不管夏天还是冬天,温泉的水总是热的。 最初人们不理解温泉的原理,甚至认为是某种制人死地的魔法。 而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人们慢慢了解和利用其温泉。 温泉在今天已经很常见了,但是如果我告诉您,在同一个地方,不但冬天里冒热气,夏天里还会在太阳下结冰,您会相信吗?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四季颠倒的地方。 冬天冷,夏天热,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因此我们能分辨四季。 但是,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一直以来都是冬天热,夏天冷。 炎热的夏季,这里冰冻三尺,寒气逼人。 冷酷的寒冬,这里暖风阵阵,绿草依依。 人们口口相传的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真的存在吗? 本西市桓仁满足自治县,位于辽宁省东部边缘,距离沈阳约170多千米。 这里衣衫傍水,景色别致,剥去几分江南的味道。 除了这令人陶醉的美景,原本这里再无什么特别之处。 直到一座传说中阴阳颠倒,刺激反制的小屋的出现,打破了这份村野的宁静。 人们分之踏来,试图寻找那座神秘的小屋。 今天,它迎来的是一位地质学专家李志欣。 李志欣,辽宁省科技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本西市地质研究工作。 盛夏季节,地理中国设置组跟随李志欣教授前往本西市桓仁县,开始了破解四季颠倒之谜的地质考察。 这里的异常温度现象,真的如传说中的那样神秘莫测吗? 酷热的盛夏里,这里真的会在自然状态下结冰吗? 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一切发生了呢? 中午时分,考察队在当地人的指引下走进一片树林。 一天中最炽烈的阳光让大家焦灼难熬。 很快,大家看到不远处有一座小屋。 据说,那里就是冬热夏冷的所在。 虽然是在太阳底下,但是能感觉到那边有一点点凉空。 对,还是挺突然感觉的。 有点凉意。 有点凉意。 是,是。 哇,到了。 人们追着凉气走到一座小屋前。 不料,小屋的门上早已挂着一把锁。 玉寒宫的字样更增添了几分神秘。 只是一把锁暂时挡住了考察队的步伐。 这时,李志欣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小屋旁边的石墙上。 石墙上满是苔藓。 苔藓类植物本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 一般生长在潮湿的森林和沼泽地。 它们怎么会出现在太阳直射的石墙上呢? 这墙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吗? 随便选一个吧,选一个。 这石头是冰的。 正好能踩进去。 李志欣测量了墙缝里的温度。 放一会儿吧,给它放一会儿就看看。 5分钟后,温度计显示,只有8.8摄氏度。 冷点的距离大约有40米,大概40米。 我们看看这一点,对面温度是多少。 看看啊,我来看。 10度,15,20,25,30,35,40,45。 好往上,45,这是46,上面有壳度了,现在48度吧。 啊,已经快冲破了是吗? 对,现在是地面温度是48摄氏度。 地面温度已经达到48摄氏度。 而在阳光直射的墙上,温度只有8.8摄氏度。 这跟不远处的地面温差,竟然高达40摄氏度。 是什么力量让这温度在同样的光照下如此悬殊? 而那个看不到窗户,还有牢牢的铁门把守的小屋里面, 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令我们对这座神秘的小屋充满了好奇。 考察队迫不及待地来到小屋后面的村庄, 找到了小屋的主人。 你好,您是李师傅是吧? 啊。 钥匙是不是在您这? 在我这儿了。 哦,那帮我忙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看。 是吗? 现在这是贵宁馆了。 现在啊,我们这就是给管户,就是给开散。 师傅,赶快。 哎呦,撒一会儿再去啊,要不然感冒了。 好凉了。 好凉啊。 好凉啊。 哇,哎呀呀,两个四季。 真凉四季。 哎呦,我妈呀,太老了。 哎呦,爽爽的冷。 当主人将小屋的两道门打开的时候, 刺骨的冷气扑面而来,令人猝不及防。 借着外面的光,双重保护下的小屋很快现出了真面目。 小屋的四周墙上,竟然有长达一米多的厚厚的边柱。 这对于刚刚在外面热得满头大汗的考察队员来说, 简直不可思议。 这座神秘的小屋,像极了一座隐藏了线路的大丁箱。 究竟是什么原因创造着这样的奇迹? 这个问题的答案实在令人好奇。 冰冻三尺的小屋终于揭开神秘面纱。 库术的阳光下怎会有如此奇迹? 他们一考察又将指向何方? 练温的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在小屋,李志欣发现,房梁上还有许多双花, 石缝中不时有水珠滴下来。 经过观察,李志欣判断, 靠山的一面墙温度最低,结冰现象也最严重。 冷气会不会是从后面的山里渗透出来的呢? 而小屋主人却告诉考察队, 山上在夏季没有任何异常, 反而在冬季里会异常奇怪的冒热气。 那时候就是雪下的, 附近的这个草顶儿, 就是顶儿一层雪, 雪底下就是这个绿草, 等雪停了,天晴了, 这块地上就没有雪了, 就相隔,就是这里有一拉远, 这边雪就挺厚, 这哪里就是全是绿草, 就在上面里边, 就是天冷,一早你看点, 这是液气, 天都温度点下, 这树顶全是画的树瓜, 就是就像咱们做饭那个锅开了, 就那么有雪下, 年年冬天全是。 这是考察队在当地电视台寻找到的, 一段古老的视频资料, 1991年冬天, 客区家们在距此一百多米的山上, 进行过一次考察工作, 从画面上看, 周围都是白雪挨挨的场面, 只有距离小屋一百米的地方, 冒着滚滚的热气, 缤纷的树挂在枝头绽放, 当人们将表面的积雪扒开的时候, 竟然能够立刻看到绿草已经开始旺盛的生长, 而且这里的土壤十分松软, 丝毫没有其他地方冬季土壤的僵硬感。 当时的气温在零下23摄氏度, 科学家们在周围方圆200平方米的范围内, 实测了27个地温数据, 其中最热点的温度为零上13.6摄氏度, 相当于正常情况下, 当地五月中旬的气温, 这个热点和周围的温度差了36摄氏度。 当时的人民日报等媒体曾经报道过这个现象, 据说科学家们对当地的土壤进行采样, 发现这个氨超标, 于是推测这里冷热异常的原因是氨气的气化和液化过程导致的。 关于氨气的威力, 也许您从下面这个片子当中可以了解一下。 上演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搏斗。 最后, 一辆装满液态氨的运输卡车, 在基站中不幸泄漏, 造成周围温度急剧下降。 液体机器人就在极寒状态下瓦解了。 那么是不是氨的液化和气化过程, 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地温异常现象呢? 如果有一个空间存储着处于临界状态的液态氨, 当夏季温度升高时, 地壳表层受热膨胀, 减小了对地层深处的压力, 致使液态氨逐渐气化。 气化过程中它需要热量, 就通过地下的空隙把小屋的热量吸走了, 于是就在墙上形成冰柱。 同样的道理, 当天气变冷的时候, 地壳表层受冷收缩, 而加大了对地层深处存有气态氨的这个空间的压力, 使气态氨逐渐液化。 液化的过程中释放热量, 这样冬天的热气就会在乌厚的山坡上冒出来, 形成冬天的热点。 就是说是在一点上边, 夏天凉,冬天热, 是这么解释的, 用暗计来解释它, 看来似乎是很合理的, 似乎是很合理。 在20年以前, 我对这个暗计超标的问题, 我自怀疑太多, 所以我们今天20年以后, 我要重点地考虑这个暗计, 是不是还在超标。 为了做到检测结果的准确无误, 李志鑫找到了环仁县环卫检测站的工作人员, 带着仪器来采样检测。 20年后, 这里的情况会有变化吗? 李志鑫认为, 虽然夏天小屋结冰现象严重, 但是冬天这里依然有冰, 并不像一百多米的热点那样冒热气。 如果是氨气的气化液化原因, 那么冷热点应该重叠, 因为空间密闭, 所以相隔一百多米的地方就不该有热点出现。 对于李志鑫的质疑, 科学的验证是最好的方法。 在采集了土壤样本之后, 工作人员在小屋附近, 进行了采集空气的工作。 同时, 在神秘小屋里也进行了同样的采集工作。 接下来, 实验室里的工作开始了。 工作人员在这里, 分别对采集的土壤和空气 进行了检测。 遗憾的是, 没有发现氨气超标, 也没有检测出任何其他异常的元素。 没检测出氨气, 说明这里边智能不是由于氨气化, 完了由于它细热, 是里边形成的病, 不是这样。 就在科学家的实验即将揭晓答案时, 检测结果却又让整个考察峰回路转。 考察队又有什么新发现? 变温的大地,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氨气超标的原因被否认了。 李志欣说, 当年检测出的氨气超标, 很有可能是农民使用的化肥造成的。 如今, 这里已经退耕还林, 不再耕种庄稼了, 自然没有超标的氨元素。 考察再次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 一位老乡的话, 令李志欣异常兴奋。 还有一个东西, 在向阳, 关心不有, 向阳想吧, 就那还有一个, 我知道, 别人不到, 为什么, 我小时候跟他一过嘛, 那时候我不懂, 什么可觉不可觉的, 什么考察不考察的, 就是说一跑, 凉了, 凉了, 你跟他地往那水凉风。 根据老乡的点滴回忆, 考察队决定, 坐船去浑江对面, 继续寻找自然状态下的地温异常点。 很快, 李志欣的耗子声被一位船夫听到了。 百渡船是当地人横传浑江的唯一交通工具。 热心的船夫孙师傅告诉我们, 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了, 可以帮我们寻找那块传说中的漏风地。 这份幸运来得太是时候了, 考察队渡过昏江, 就立刻乘坐了船夫借来的农用车, 赶赴神秘的漏风地。 好啊, 我刷着五里地, 就是那个漏风地那里, 离着五里地是吧, 好, 穿过一条小河, 船夫孙师傅带着我们来到了宽殿县石门坎村, 一片乱石堆成的小山上。 您在找人呢, 找我, 冰。 突然, 孙师傅惊呼, 他找到了冰。 我有来冰, 哪了? seperti冰。 是冰。 它是冰。 гол园鱼就辣了, 地表就有冰。 这了是冰。 高温中,在只有10厘米厚的碎石下,就是冰层,这看起来比那个不见阳光的小屋。 更让人瞠目结舌。 冷风猛烈的程度,从火苗的变化可见一斑。 看来,地温异常的原因不是因为某个密闭空间里任何气体的状态变化,而是碎石的空隙成为传递温度的通道。 而那个控制温度的魔掌正是冰冻层。 这地方应该是零度,零度,零度,我看见这个石头中间的缝隙,那这些冰是来自地表,大气降水。 对。 然后在石头缝中间,就是从上面边流,一边流。 流下来以后,温度很低,它就结冰了。 那么它为什么结冰呢?肯定有吸热的地方。 它吸热的地方。 那就是地表面以下,要像这个季节,要融化的话呢,它有吸地表的温度。 就吸地表的热量。 那么下雨了以后,落在地表面以后,你看,这个凉风,落在地表以后呢,那么它就结冰了。 太不可思议了。 经过考察,专家发现,碎石铺成的小山坡上,普遍存在着这种地温异常的现象。 不仅如此,考察队还在周边发现了四处地温异常点,形成了一条长五千米,宽两千米,呈北东方向斩布的地温异常带。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同时存在导石堆和土壤层。 因为这个导石堆上面还有投氧层,这个投氧层呢,像个什么,像隔热层一样。 它能防止太阳光照射,使温度升高,使得热量传到地下。 也能够使地下热呢,就是由结冰发出热能力,不是到处都散失掉了。 它是顺着岩石裂缝,有突然覆盖它,在这覆盖层下面,热气往上上。 在这里,盐冬结成冰冻层。天气变暖时,由于土壤层的隔热作用,下面的冰冻层不能及时融化。 即使是到了夏季,仍不能完全解冻。 当有地表水渗入冰冻层时,它要吸收地表水的热量,才能进一步解冻。 而被吸收了热量的地表水,就会在它的周围形成新的冰层。 直到深秋,冰冻层才渐渐地化透。 很快,冬天又来了,又开始了结冰。 在结冰的同时,释放出的热量顺着石头缝冒出。 由于热气向上冒,就在裸露的碎石堆的孔系处冒了出来,形成了冬天的热点。 比如说,我们北方人在冬天的时候都要吃冻梨,就把这冻梨放在水盆里面。 放在水盆里面以后,放个七分八分钟或者十分钟。 这时候你把这个梨拿出以后,你看梨表面有好多冰。 可把冰敲到以后呢,那个梨是很远,已经融化了。 不像刚开始买的那样。 融化的过程,它是细热的。 它吸收水盆里面的水的热量,特别是靠梨表面的水的热量。 所以这梨表面就结冰了。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特殊的气候和特殊的地质地貌造就了奇妙的人间奇迹。 科学的放大镜也帮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每一片土地。 大地下也许还埋藏着无数的奥秘等待发现的眼睛。 碎石堆和土壤层,只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才能够形成季节颠倒的异常现象。 而中华大地上奇妙的地方还有很多。 明天让我们继续探寻广阔的中华大地上更多奇妙的地理奥秘。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咱们明天见。 一座大湖突然闪现,几天内达到四百多亩。 之后十年安然无恙。 十年后的一天,又如他出来时那般突然消失了。 到底谁在主宰着大湖的来去匆匆? 地质专家的考察又是怎样步步逼近真相? 敬请收看地理中国敦湖闪现。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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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